一天上一车的话 那就什么了 其实也不用那么贵 人家该割拼头去年西洋一样 该割拼头又要割拼头了 用鲜江用鲜江 都不会那么极端 到现在看的话 还是文硬为数 感谢明哥点亮的小红星 要的硬点 但是变化不是很大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就不要上的 就不应该上的40车左右了 因为咱们这个市场 你像七八月份 或者是以前 你正常的时候 都有上不到40车 现在还是35车 36车 仅仅40车 你就看不到 变手的迹象 到现在上了15车 16车 16车 上了16车 下去12个 目前还有4个车 就目前成交的情况来看 还是一稳为数 要稍微有点硬 对 稍微有点硬 有点硬 对 有点硬 对 对 对 上市六车也是正常的商货量 也看不出多少的手来 也是看不出商货的手来 还是正常的商货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又变黑了 天又变得黑了 比刚才又黑了 是不是今天这个鱼 还能再来一点 知道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截至收获的话 今年收腾的风险 是不是会加大 毕竟它是个水分多 水分多不易收腾 到明年开库的时候 是不是会相对来说 影响大一点 所以吞库的 吞库的 包括咱们就是江农 咱们种植库 包括吞庆里边也是一样 应该是关注是个问题 去年是七明高 吞的时候 出江的时候 七明高 今年七明都是下来了 但是这个雨 连续 影响 开始 或计较 回云 Й在 Cal 哇 爹 可 欢迎大家来到吃饱见 感谢大家的喜欢 谢谢关注 感谢大家的点赞 咱们如果是喜欢输青牛 或是是想吞裤的 咱可以点点小红车 或者自信 感谢大家 我看外面是不是下的明显 没有太明显 没下 应该是 还是下摸摸鱼 还是下摸摸鱼 但是天比刚才黑了 还是下的摸摸鱼 我看开车的都开着鱼刮 在里边下的太小 地上看不出来 现在上了16车货 你那不下雨 下摸摸鱼啊 但是天安比刚才又黑了 但是天安比刚才又黑了 天上的云啊 又又整块了 开始还 还这个一块多一块少的那样 现在又成那个连青片啊 天安明显黑了 应该是下摸摸鱼 上了16车 上16车 下去12车 下货速度算个正常吧 也算不上快 一直就站着有四五个车 正常的下货速度 就目前来看 这个成交 这个价格 还是稳为主啊 稍微偏硬一点啊 秋苗也是一样坚挺啊 没有看到洛杰的迹象啊 涨吧也估计也不好赏 赏也不好赏啊 但是也还是很坚挺 是吗 今年这个好歹没有高温了 这个东西上的又来个月 反正这个夜市不友好啊 感觉这个老天对咱们是个不友好 我估计到了适合收江的时候 可能老物队就得涨价了 估计老物队会涨价 毕竟都急着出 特别是重的多的 这是硬楼物队 再就是这个什么 毕竟27号预报后面还有雨啊 还有三天的时间 从24号开始能出的话 今天22 其实还有三天的时间 这个吞库的客商也是很急 肯定想 基本上都想多找人啊 找多点人 多点的这个人 三天之内出完 好像怎么想这么多啊 这个关于这个盘上的事啊 咱们你可以点点小风车 咱们有专门的团队啊 还有专门的指导老师 并且可以免费开户啊 在直播间里边不能说太多 怕触碰红线啊 再一个原因就是 我也不做那个 所以也不是没有这个 咱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毕竟我不做这个盘 估计是上面 那个盘上的事啊 跟这个 下货没有 不是 跟这个黄江没有关系了 关系不大了 毕竟现在青苗已经出来了 它更多的 应该是对青苗的影响 我估计就是因为雨啊 你想想这个雨 一直下 对豚江可能有风险 风险加大 是不是它那边就得表现出来啊 或者是高温的天气 如果一直高温 我估计也会影响 这个豚江的今年 现状的豚储 也会有一样的 那个效果 然后我们下来到这边的 我们下来到这边的 我 好 还是 其实呢 是